神舟16号发射成功 这次是把一名载荷专家贵海潮送上了空间站 在大部分人眼里 航天员的身体素质出众 体能极好 而且大部分都是专业飞行员出身 但是贵海潮却打破了大部分人的印象 他不仅不是专业飞行员出身 而且还戴着眼镜 一副文文尔雅的形象 可以说和大家印象中的航天员形象不太一样 因此很多人都好奇 载荷专家是干嘛的 贵海潮又是如何被选拔上的 他去空间站主要干嘛的 其实它的作用非常大 专业性甚至不比航天员差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载荷专家 那什么是载荷专家呢 一般来说航天员分两种 一种是负责驾驶航天机的驾驶航天员 另外一种则是负责进行航天课研试验的科学家或者是工程师 再简单点说 这些载荷专家上天就是负责太空试验的操作员 说是操作员 但这些载荷专家大多具有专业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 你可能会说不就是做实验吗 我们的航天员也可以啊 像我国的前两批航天员 虽然都是飞行员出身 但很多人也拥有硕士博士学位 比如曾担任过神州12号载人飞船指令长的聂海慎 就是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的 既然航天驾驶员的软硬件素质这么优秀 那么我们干嘛要把科学家们送入太空的 我们的航天员虽然在学历上还不错 但他们最初的目标 更多的是作为专业的航天驾驶员来培养的 也就是往职业航天员的方向 单论科研方面的专业能力 职业航天员肯定是比不过地面的科研人员的 而且当空间站建成以后 天空空间站的作用 就不再单单是为了提升我国航天的国际地位 或者是进行飞行事业 而是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那就是科研 早在2018年 我国就与联合国外公司联合起来 面向各国发布了合作的邀约 邀请各国加入到天空空间站建成后的科学研究中 2019年 天空空间站的第一批科研项目入选结果公布 其中包括了航天医学 航天技术 微重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 空间材料科学 基础物理等共9个科学领域 这些都是专业的科学研究领域 不管是在地面科研机柜的制作 还是后续空间站上的实验操作 也需要专业对口的科学家来参与 并且 我国天空空间站在基本组建完成之后 空间站上的科研机柜数量已经达到了23个 与美国在国际空间上的机柜数量相当 拥有数量众多的科研机柜 专业性强的科研项目 即便能够培训职业航天员来进行机台操作 但始终不如专业对口的科学家 也就是在核专家来现场操作 这样能够大大提升科研的进度和效果 所以在核专家对于未来我国航天科研事业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不过在核专家虽然重要 但并非中国首创 西方国家早在80多年前就已经培养出来了 而且还成功地把他们送上了太空 早在上世纪60年代 全球就出现了第一位在核专家 那是前苏联在1964年时 第一次让一名航天设计师作为在核专家 搭乘上升一号飞船上天 负责对太空飞船的实际飞行效果进行考察 这种现场的观察实验 比在地面上的实验室中计算出来的数据 会更加的真实客观 苏联人领先一步 而作为老对头的美国自然也不愿落于人后 于是在1972年 美国也第一次将一名在核专家送上了太空 比起苏联的在太空进行轨道飞行试验 老美做的还更加夸张 这次 他们是将一名地质学家乘坐阿波罗17号送上了月球 换句话说 整个阿波罗计划期间 美国不仅从月球上采集到了大量的月染回来研究 甚至还直接将地质学家送上了月球进行实体考察 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地质学科来说 都是一份难以估量的成就 不过在那时 在核专家想要进入太空并不是那么容易 它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不是一般人都能上得去 不过 航天飞机的出现改变了这个情况 相比于往常的火箭搭乘 载人航天飞机 对于搭乘人员的身体素质要求降低了很多 于是 NASA开始大量选拔载核专家 参与到太空飞行 也一度创造了诸多记录 比如在1991年 NASA的第一位女性载核专家 米利·休斯·富尔福德医生 乘坐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执行STS-40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是米利与另外两名女性宇航员 共同执行 生物医学研究的太空实验室任务 整个任务进行了9天 让美国获得了很多重要的生物医学数据 还比如在1994年 日本的第一位女性宇航员 同时也是心血管外科医生的向井千秋 作为有效载核专家 乘坐哥伦比亚航天飞机 在太空中进行了为期将近15天的轨道飞行任务 并在航天飞机上进行了心血管 和自主神经系统的科学实验 一度创造了最长的女性太空飞行记录 可以说 让身体素质一般的载核专家 能够频繁进入太空的 就是航天飞机的新奇 不过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998年时 10年77岁的载核专家约翰·格林 搭乘美国发信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 他前后在太空待了9天 总共进行了动植物观测 药物提纯 以及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观测对象的 人体医学试验等科研项目 同时还创造了人类太空飞行的最大年龄记录 不管是实验数据 还是本身的高龄载核专家荣誉 都足以让人铭记 不过随着后来 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的事故后 美国开始陆续将航天飞机进行退役 直到2011年亚特兰第四号航天飞机退役后 载核专家想要进入太空 就没这么方便了 但是国际空间站的出现 继承了航天飞机的角色 从1998年发射首个组件 曙光号功能货舱开始 国际空间站用了十来年 终于在2010年组建完成 并在次年开始运营 在国际空间站上 也迎来了在核专家的到访 并且展开了多项科学研究 获得了很多成果 截止到2020年 国际空间站上 已经进行了3000次左右的科学实验 包括基础物理学 生物医学研究 地球观测等项目 那既然在核专家这么重要 为啥我们一开始不专门培养在核专家 去执行太空任务呢 其实并不是我们不想 而是当时的条件还不够 而这就得说到我国航天员的选拔了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国正式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 由于成立的时间是1992年的9月21号 所以又名921工程 既然是载人航天工程 肯定要选拔出优秀的航天员 1998年 我国从1500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中 选拔出了14名飞行员成为航天员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啥一定要从飞行员中选拔出来呢 首先 你得有非常优秀的身体素质 比如能够扛住超过8倍的重力加速度 换个说法就是 能够承受现在你身体8倍重量的情况下 仍然还可以清醒地操作机器和交流 这就足以劝对一般人了 而顶级的飞行员早在平时训练时 就已经经历过这种考验了 其次 你得需要有飞行经验 来操作航天器 而飞机的仪表盘与飞行器的仪表接近 再次培训的难度更低 最后 操作这么重要的航天机器 必须要有足够的忠诚度 飞行员本身就是军人出身 忠诚度足够有保证 除此之外 航天员还得需要掌握在 零重力环境下工作 生活的能力 还有在回到地球后 需要有野外求生的能力等等 这些都需要进行长期的训练 在这些方面 飞行员不管是在个人素质 还是在经验上 都比一般人要更优秀 所以我国一开始选择的就是 从飞行员中选拔出航天员 但除了以上这些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 作为一名航天员 特别是第一个上天的航天员 有生命危险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 我国航天英雄杨立伟从神舟五号飞船出来时 嘴角有血迹的故事 那是因为 当时由于飞船刚落地时的巨大冲击力 飞船在二次落地时 导致杨立伟的嘴角被麦克风撞破流血 为了不影响中国航天员的形象 特地用手套擦拭抹药后才出的舱 但其实 如果只是这一下 并不算什么危险 可怕的是在火箭刚起飞时 因为火箭高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 需要将逃一条抛掉 但是在抛掉后 发动机与火箭舰体却产生了共振 直接导致在飞船内的杨立伟 感受到了持续几十秒的强烈共振 有多强烈呢 杨立伟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描述 这种感觉就像五脏六腑都要碎了一样 是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呢 其实就是当时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都是在尝试 是从一片空白 到第一次将航天员送上天 这一切都是需要从无到有进行验证的 但这也代表了人类每一步的探索 都需要承受不可知的风险 所以不论是执行力还是心理素质 身为中国军任的飞行员 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2009年时 第二批的航天员选拔 也是从众多空军飞行员中 选拔出了七名航天员 其中包括了刘洋和王亚平 两名女性航天员 这也为我国航天员的选拔定下了基调 此后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 我国航天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多 先是在2005年发射了神舟六号飞船 第一次实现了 同时送两名航天员进入太空 接着在2008年 神舟七号又实现了 三名航天员同时载轨飞行 2011年 将天空一号发射升空 并实现了与神八 神九 神十等飞船的多次交汇对接 2016年 将天空二号空间实验室 送入预定轨道 然后就是以天和核心舱为主 问天闷天实验舱为辅的 中国空间站正式组建完毕 可以说在这之前 中国的航天发展中 都是以探索试验为主 需要中国航天员亲自前往太空 对航天器进行操作 维护等等措施 而当中国天空空间站组建完毕之后 中国的空间探索发展 又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那就是收获阶段 也就是培养更多的在核专家 上空间站做科研了 那么 我们的在核专家团队 是如何培养的呢 其实 早在空间站组建之前 我国就已经开始着手 培养在核专家了 2020年年底 距离天和核心舱发射 还有5个月左右 我国就已经开始了 第三批航天员的选拔 而且与前面两批选拔不同 此次总共选拔了18名航天员 其中7名是航天驾驶员 7名是飞行工程师 剩下的4名就是在核专家 这次乘坐神舟16号 去空间站的桂海潮 就是这4名在核专家中的一员 桂海潮其实也是一位 航天专业的人才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宇航学院航天飞行器技术系教授 和博士生导师 而且还是航天动力学 与智能控制实验室核心成员 长期担任 中国宇航学会空间科学 与试验专委会委员 可以说 对于航天和空间站的了解 并不比其他的航天员少 后续会在空间站上 进行和他专业相关的空间试验 可以说作用非常大 当然除了第三批外 我们航天员的第四批选拔 也在2022年10月2号启动了 第四批预计会选拔 12名到14名航天员 其中包括两名在核专家 虽说是赛合专家 但也是航天员 所以对于他们的选拔 也有一定的要求 除了本专业的科研能力要求外 还有对年龄身高的要求 比如年龄在30到45岁之间 男性航天员的身高在162到175 女性航天员在160到175 同时还需要经过近三年的专业训练 比如体能 身体素质 无重力适应等训练 但同比当初初代的航天员选拔 要求已经低了很多 像贵海潮将会戴着眼镜上天 要知道 当初选拔航天驾驶员别说近视了 连鼻炎明显的外在山巴 都不让上天等科科要求来说 已经是非常快松了 那这是不是说 我们普通人也有机会进入到空间站了 答案是还真的有 如果无法作为在河专家进入空间站 我们也能以游客 记者 教师的身份进入空间站 这可不是我在瞎吹啊 杨立伟曾在2022年接受采访时表示 普通人进入空间站并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需求问题 如果中国的商业航天也开始起步 普通人进入到空间站参观 也不会是妄想了 当然这个是题外话了 我国之所以对在河专家的选拔越来越放松 有一方面是 我国确实需要更多的专业科学家 进入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 但更多的是 我国航天的发展已经通过了前期的摸索 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底气 能够让更多的普通人 参与到航天事业的建设中了 最后 祝愿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越来越好